各位老师好 不知道您在录制线上课程时 是不是常会觉得虽然打了光 但怎么气色就还是少了点红润感 或者是光一打下去 脸上的油光变得十分明显 其实我们不管是在看一般的新闻 或是各类电视节目 在镜头上出现的人 都会经过彩妆师的巧手仔细打理 让他在镜头前的气色更好 看起来更有精神 而这一次的Faculty Plus 就是要告诉老师 如何利用一些简单的小道具 以及简单的彩妆品 让自己在镜头前的气色更佳 我们先针对男老师的需求给予建议 首先是对大部分男性都有的油光问题 人的脸上本来就会因为油脂分泌 而有着自然的光泽感 但是在经过打光之后 却常常显得油光满面 针对脸部的油光问题 推荐您使用超商超市和药妆店 都可以买到的含有蜜粉的吸油面纸 来解决这个问题 各位老师不要以为这种商品是针对女性 事实上目前市面上也已经推出 针对男性使用的商品 这种含蜜粉的吸油面纸 在吸走您脸上油光的同时 再补上一点点粉 让打在您脸上的光 不但不会让您看起来油油亮亮 相反的光线在您脸上产生的效果 能让您看起来更加柔和 此外在头发的部分 也有可能在打光时 让头发的油亮感更为明显 要避免油光的最好方式是在录影前先洗头 刚吹干的头发不但没有油光 也更为蓬松 头发一旦没有紧贴头皮时 看起来发量也会比较多 但如果老师们是在研究室录影 经过一整天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难免头发会有些油光 也会比较扁塌 这时可以使用的小道具是干洗法 干洗法是一种喷雾罐装产品 藉由喷出细小的粉雾 让您头发的油光变得不明显 看起来更为干爽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直接剥开您的头发 喷在头皮上 过五六秒后再剥剥头发就可以了 老师们也可以特别针对 额头上方头皮使用干洗法 让拍摄效果更好 如果您刚好手边没有这种商品 另一个可以替代的商品是废子粉 由于废子粉吸水及吸油的效果都非常好 您可以撒少量在头皮上 再用手将粉拨一拨 同样可以解决头发油光的问题 在解决完油光问题后 相信男老师也常会不知道 如何整理自己的头发 才能看起来头发蓬松又有精神 首先在梳整头发的梳子选择上 请不要选择梳齿空隙和密的梳子 像是扁梳 因为这样会让头发梳得太过服贴 让头型过于明显 发量看起来也就比较少 因此您可以选择梳齿间隙比较大的梳子 像是排骨梳 这样不但可以将头发整理好 也容易带出线条 让自己的头发看起来也有造型师打理过的效果 当然如果拍摄的时间很长 老师也可以喷少许的定型液 可以让发型在您拍摄时更为固定 另外一个男老师常会碰到的问题是 嘴唇干裂 在冬天或是熬夜时 嘴唇常会变得十分干燥 当您在镜头前不停动嘴巴讲话时 观众很容易注意到脱皮的嘴唇 因此建议男老师们就算不习惯每天擦护唇膏保养 至少要在录影的前一天晚上睡觉前 擦上厚厚一层护唇膏 这样第二天您在镜头前嘴唇干裂的情况 就会比较不会成为观众的注意焦点 而正式录影前一定要记得上护唇膏 再用面纸按压掉 就不会太油 同时可以有自然的润泽感 讲完了男老师们常会碰到的困扰后 Faculty Plus也要提供女老师们一些小技巧 让您在镜头前气色可以更好 相信大部分的女老师们 不管平常有没有化全装的习惯 但总会有些基本的化妆品 这次Faculty Plus的介绍技巧 是以使用最基本 最常见的化妆品来进行介绍 首先在打底的部分 许多老师会发现自己在上了底妆之后 在镜头前的自己 脸看起来比较不立体 其实这是因为人的肤色 本来就不是全脸都一致 当您的全脸都上了同样颜色的粉底 再加上在镜头前大都只拍正面 看起来就会比较平面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专业的化妆师可能会在脸颊两侧靠近下巴处 利用颜色较深的修容柄打出阴影来 但其实如果老师们没有那么多道具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脸部打底的部分 只涂T字部位及颧骨下方到下巴 这个倒三角形部位 藉由色差让脸变得更加立体 至于底妆产品的选择 可以依自己的需求 不管是液状粉状膏状都可以 但要注意的是不要选择带有光泽感 或是带有珠光的商品 比如像是韩系妆感的粉底或是CC霜 因为这类商品的光泽感或是珠光感 在打光之后会显得油光满面 而不是光泽机 在上完了底妆后 请用海绵直接按压 这个动作可以让底妆跟肌肤更为服贴 不易脱妆 接下来则是眉毛的部分 由于每个人的眉型都不同 在这里只强调将自己眉毛 比较有空隙的部分 或是眉尾的部分补上 而不必一定要修整出某一种形状 首先老师们可以选择 比自己的眉色淡一点点的眉笔或眉粉 接着顺着眉毛生长的方向 一比一比的将眉毛比较稀疏的部分补上 至于在眉尾的部分要补到多长呢 大致是从鼻翼和眼尾两点延伸出去的位置 就是眉尾的位置 而在嘴唇的部分 女老师同样要避免嘴唇干裂的情况 所以建议老师们平常要勤擦护唇膏 在录影前一天晚上睡前 也别忘了厚厚的擦上一层 这会让您第二天上唇妆时更为漂亮 除了基本的保养外 在正式上口红时 同样先涂上薄薄一层护唇膏 接着用手沾取口红 嘴巴围开 由嘴巴中间向外推点开 这种化妆方法会让您的唇色看起来非常自然 不会太过抢眼 在颜色的选择上 请避免过深或过暗的颜色 比如说带有茶色调的红 就有可能会太暗 比较百搭的颜色是接近珊瑚色的这种红 因为这种红不但自然 也比较不挑肤色 和衣服的搭配性也很高 老师在选择颜色上也请多加留意 此外也请避免纯密这种带有高光泽度的产品 因为打上了光 这些产品会有反光的效果 这部分和前面所提及的 避免使用珠光商品是相同的道理 另外有些老师会有使用腮红的习惯 事实上在摄影时 已经上了唇彩之后 不一定要上腮红 但如果手边就有腮红的话 也可以使用 会有让气色更好 以及让脸更小的效果 最基本的使用方法是利用刷子 沾取少许 从颧骨外缘往鼻翼方向轻轻刷下 但要注意要避免腮红和口红都很红的情况 以免不自然 在颜色的选择上 腮红通常分为偏橘和偏红两种色调 老师可以选择浅浅的粉橘 浅粉红或珊瑚红的颜色 会比较接近自然的红润感 最后请记得拿出您的蜜粉 用粉铺沾取后 粉铺先搓揉一下 让粉在粉铺上可以均匀 再按压在脸上 特别是容易出油的鼻翼及梯子部位 可以避免脱妆 在脸部的妆容讲完后 我们来提一下头发的部分 吕老师的发型非常多样 无法一一讲解 但以下有几个通则 大家可以参考 首先避免空气感发型 因为这种十分蓬松的发型 在拍摄时容易让人觉得 头发没有梳整齐 不管原本的发型是如何 请维持发型表层的整齐度 其次若有油光情形 请使用干洗法 让头发看起来干爽 最后避免让头发紧贴头皮 这会让您的头型看起来太明显 看起来发量也不丰厚 可以利用吹风机 将头发剥开后往发跟吹 会让头发看起来比较丰厚 接下来我们将这集 Faculty Plus的重点再整理一次 针对男老师的部分 首先脸部油光 请使用带有蜜粉的稀油面纸 这种商品在药妆店及超市都可以买到 其次 头发的油光可以在头皮上 喷一些干洗法改善 第三 请使用梳尺空隙很大的梳子 避免头发太贴 同时可以帮助营造发型线条 最后请记得在拍摄前一天 睡前擦护唇膏 正式拍摄前也请擦伤后 以面纸按压 针对女老师的部分 首先 底妆可以纸上T字部分 及颧骨到下巴处 以营造立体感 上完后请记得以海绵按压 其次 用比自己眉毛颜色淡一点的眉笔或眉粉 将眉毛比较稀疏的地方补上 第三 唇妆部分除了护唇膏的保养外 上口红时请用手沾取后 由嘴唇中间向外围推点 不要直接涂抹 也避免沉迷 第四 腮红可以让脸变小及气色变好 可以用刷子沾少量 从颧骨往鼻翼方向刷 第五 唇彩和腮红都可以选择 接近珊瑚色的商品 会比较接近自然的红润感 第六 避免任何带有珠光光泽感的彩妆商品 以免反光 第七 完妆后请按压蜜粉 以避免脱妆 第八 头发部分请维持表层的整齐感 另外可以使用干洗发及吹风机 让头发带有蓬松感 每位老师的化妆及发型都会有各自的困扰 这集的Faculty Plus是以大部分的老师们会碰到的问题 整理出简单的通用原则 相信老师们在听完这集的Faculty Plus之后 在镜头前呈现的您一定气色更佳 粉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